大家午安 我雙主精英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高宏安占学历这样精英的傲慢 难道蓝白都一样吗 讲完犯人立委李德伟 现在说陈思忠只是牙医 连医师都谈不上 那难道牙医就不是医生吗 好 现在引来牙医界的炸锅了 那李德伟昨天晚上道歉了 但却还要再骂一下陈思忠 这个是有真心道歉吗 那讲完犯今天上午也帮忙回应说 发言人就已经道歉了 好 这个是发言人道歉 那然后呢 然后就不关讲完犯的事情了吗 当然大家说这个选举 最忌讳的也就是双标了 我们就来看这一场 黄珊珊在昨天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居然直接办在台北市立大学的大会堂 不只破例还摆明违法 那柯文哲居然说呢 不拿旗字就好啦 但看到这个现场画面 明明一堆竞选背心在场内外走来走去 学校还说 是台北市教育局莱文说可以借的 那难道黄珊珊被说都已经离职了 还继续要寄身是否吗 那么另外呢 还有高红安想要规别战学历的阴霾 好 现在脸书上面po出了新竹州图书馆的网美照 但被说蛮尴尬的 因为这个是林志坚的政绩 说自己呢 不是用资策会的公费来出国 那现在民进党要调阅资料 高红安又要骂说民进党违法扩权 让柯建民呢 也直接说调资料本来就是立委的职权啊 亏你还是一个立委耶 所以高红安现在是很担心人家要调资料吗 但现在被说最有焦虑感的应该还是普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乌克兰证实了 美国给了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等于是乌克兰现在像是有金钟罩一样 什么无人机啊直升机啊 巡异飞弹啊都可以防 但是里面最可怜的 当然还是俄罗斯的年轻人了 因为想逃也逃不了 怎么说呢 普丁现在决定要禁止预备役出境 而且就算你上战场了 你上战场拿到的AK步枪 生锈不说连打都不能打 好这个兵都不够了 结果呢 车程的嘴炮总统呢 又提议说 干脆让俄罗斯的执法人员 全部上战场好了 哇真的是见风转舵还蛮快的 但是这个见风转舵怎么样 都没有比中国快 好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 现在直接跟乌克兰的外长说 尊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 反对动武 但奇怪哦 这句话中国怎么不对自己说呢 但总之看起来呢 中国也快要跟普丁说拜拜了吗 好所以今天节目上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瑞德哥 姐姐好大家好 民进党立保友演员张瑞雄 资深媒体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大午安 另外还有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简舒培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通常大家说牙齿痛就是要看牙医啊 那牙医真的不是医生吗 蒋湾的发言人李德韦呢 这个一席牙医不是医生 真让牙医界炸锅了 蒋湾团队呢 难道有惊得傲慢吗 这个事情呢 在发酵了两天之后呢 今天上午呢 蒋湾终于出面说明 但只说了 李德韦已经道歉啦 所以然后呢 道歉这样就够了吗 我们带你一块了解 一个运球快步上来 蒋湾参加网红节目打篮球 虽然进球得分 但是团队发言确实分 蒋湾发言人李德韦 日前说牙医不是医师 引发牙医团体激愤 蒋湾亲上火线缓夹 牙医当然是医师 李德韦委员 昨天也在脸书上面 很清楚的做了澄清跟说明 也道歉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怎么样提升牙医师的权益 我们牙医师团体 对社会服务是特别的认真 那用这样的角度来伤及一个行业 我想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不为团队发言失误道歉 蒋湾安推给李德韦 说他已经在脸书公开道歉 但是网友还是骂声不断 批评李德韦牙痛就不要看牙医 看精神科 道歉根本含混其词 眼看民众怒火难平息 蒋湾安又把战场拉到牙医修法 说民进党提出了附带决议 放宽学历与实习限制 今年在牙医师修法 民进党的实际会委员提出了 七个附带决议 让我们学历法官的标准降低 第二个也打破了现行 牙医系学生实习 50名名额的限制 反观陈中部长 对于这些牙医系师生 他们的诉求 国外去的就不能再直接考仗 直接就是要来做 教育部的学历认证 那才可以 相对的是非常的严格 至于在附带决议里面 对现有的 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比如说要四年以内 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蒋湾安团队失言 批评洋意 引发的反弹效应 如滚雪球斑越来越大 三十七五级红旗 陈豪台北聪明 好 高宏安的占学历 也才血淋淋的摆在眼前 那没有想到国民党之边 大家是没有嗅到这个氛围吗 怎么又挖一个洞给自己跳呢 这回是蒋湾安的竞选总部的 竞选团队的班人李德维 立委李德维 居然说牙医不是医生 好 现在引来牙医界炸锅了 那今天上午 大家可以看到蒋湾安出来 但是却是帮李德维来道歉的 好 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这句话李德维怎么讲呢 他说陈时中指示牙医 连医生都谈不上 又怎么能当卫福部长 学凭什么选市长呢 现在引发炸锅之后 好 今天上午 蒋湾安才来道歉 他说牙医当然是医师 李德维也已经澄清道歉了 但李德维的道歉 还要特别算一下陈时中 包括今天 蒋湾安的道歉 也说陈时中不关心牙医权益 难道是要转移焦点吗 陈时中怎么会不关心牙医权益 因为很简单 陈时中本身就是牙医出身 所以你每次在做这种指控的时候 就好像柯文哲跟蒋湾安都胡说八道 说陈时中去挡BNT辉瑞疫苗 那么故意不让他进来 一样 荒谬绝伦 大家全国都知道 那么去年我们在买这个所谓500万剂的辉瑞疫苗的时候 都已经送到了原厂的桌子上 新闻稿都要批了 是中国的干部把他挡下来的 那你怎么会胡说八道说 是故意那么陈时中挡下来的吗 身为一个当时的指挥官卫护部长 他怎么可能挡 要说我的话想尽办法赶快把它买进来了 让大家赶快打不是应该这样吗 那么事实上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 什么话黑的都可以讲成白的 白的也跟讲颠倒是非常黑的 那么高宏安为什么 因为他的失言被大家口诛比伐 打个干脚的 因为很简单 他是在学历上面的歧视 那么为什么李德韦 会昨天被这些牙医师全国 全部都烘成一塌糊涂 那个是昨天整个网络上面炸锅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很简单 你是在职业上面的歧视 那么我记得也不是这个李德韦 第一个这样讲了 其实还有几个这个不同党派的人 在看不起瞧不起陈时中 意思就是你只是一个牙医 凭什么当委副部长 也意思说你应该是医生 应该是外科医生 内科你记不记得李德韦说的 连医生都不是 这句话是说 我请问一下中医 中医师取得执照叫中医师 他就是医生 那么另外就是 那么如果这个牙医 这个取得执照 他就是牙医师 那一般的医生也是一样 专科医生也是专科医生 不管你是妇产科小儿科 还是蚵皮猴科 他当然是医生 医生法 医生法里面规定的非常清楚 你怎么会只讲这种话 其实他在讲这种话的过程当中 那么是跟很多政治人物一样 心里面就是充满歧视 那我问你 麦英九做贝尼的总统 所任命的当时的卫福部长的前身 叫做卫生署署长 有哪些 都哪些不是医生出身的 我问你 杨志良是医生吗 不是嘛 有的工卫系统出身的 有的是这个什么什么出身的 但是问题是 那为什么会用他们做卫生署署长 是因为他们的专业 希望借助在不同的领域跟专业 那你这个就是歧视 这个就认为说 我医生最大 那个智商医务器 都说自己多 不去多 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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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看不起其他的行业 那牙医师也是一样 拜托 这几个月前 牙齿痛才刚才看过医生 牙齿痛不是病 痛起来真要命 我问你 牙齿痛连东西都不能咬都不能吃 你知道吗 要拜托牙医师 如果牙医师 如果他不是医生 那我请问一下 他为什么可以帮你造X光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 给你做侵入性治疗之外 他连麻醉都可以帮你打 麻醉可以帮你打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 他当然是医生 那可是问题的重点是 留意什么的功夫这种的威 这就是用歧视 高宏安歧视学历 歧视那种台大之外的学历 那么你理的 就是歧视 你认为牙医师凭什么 牙医师凭什么去当卫物部长 凭什么来算 拜托一下好吗 台北市长不是三个人 三个人而已 台北市长贵也糟了 只要符合资格的 包括你的学历 缴得起钱了 你就可以来选台北市长 你知道吗 谁不能选 每个人都可以选 但问题是 你人不过于无过 而过于能改过 那么请问一下 他昨天的态度是什么 是真心悔改吗 不是嘛 还有 我觉得讲万安的态度 是离谱到几点 因为他要讲说 个人行为 我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 吴思遥 对不对 好朋友吴思遥 是不是 陈时中的相关的竞选干部 发言 常常发言 如果今天是吴思遥讲话的话 我问你 你会觉得说 你蓝营还是白营 不会叫的话 陈时中出来面对 不会这样子吗 发言人就是代表 因为很简单 没有个人 李德伟怎么会是个人 李德伟是你的发言人 他讲什么话 都代表你讲万安 我跟他拍照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错了 做错了 不是道歉就算了 那我可以随随便便 这样子折腾侮辱人 不行嘛 对不对 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那讲万安 其实他大可以很大气的 做一个类似 因为他的这个事 我也跟大家很抱歉 对不对 然后给他道歉 不是 这样就没事了 但是你从头到尾 切割 那我不管 那是他的事 他已经道歉 就是这样 然后又 又鬼扯到另外一边去 还要反败为胜说 其实亚医师的权力 无论不说一大堆就对了 所以事实上危机处理 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但是如果把危机 把危机化为更大的危机 那就糟糕了 李德伟要道歉 就真心诚意的道歉 就没事了 就好像高宏安一样 又去扯到民进党 又扯到什么 反而让这个危机 化成更大的危机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初会议员 你觉得今天 蒋万安 今天上午出来说的 他有道歉的意思吗 他现在说李德伟 他也已经道歉 澄清了 这感觉起来 有点像切割的一位 也不是切割 不过这个事情 确实是李德伟委员失言 因为 只要你透过医师检定 他都是医师 不过李德伟也有解释说 因为他的逻辑 是回答媒体 当时问说 陈时中认为 蒋万安在立法院 应该要每一个委员会 都经历过 再来选台北市长 比较好 那李德伟就觉得说 那你是不是要每一个科别 外科皮肤科 牙医科 什么科 通通经历过 你才是医生呢 所以他是这样对应在回 那可是他可能就是失言 所以我觉得失言就是失言 就道歉 那这次的选举 我觉得已经波及到很多无枯的第三者 占辞济 占台大 台大就是烂 然后占中华大学 占世界高中 占补习班 补习 然后现在牙医什么 通通波及进去 我觉得让整个选战 有一点点失焦了 选战到最后 我们还是希望说 尤其台北市这几年 我们知道说 逗退路的非常严重 过去我们认为说 最烂就是做到八年停滞 可是现在是逗退路到一个极点 居然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台北人口流失了 可是在这一次的选战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 就是三个候选人对于怎么样留住人 或者是重新让人回到台北这件事 来进行一些政策的提出 这是我个人觉得蛮失望的 那我今天早上也觉得非常失望 写一个脸书 就是选到这样子 腥风血雨 或者是非常的心三 甚至在法院面前 变成在那边口角对骂等等 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台北市长选举的格局了 好 所以刚刚呢 这个淑会议员是说 波及到无故的第三者 那我们要请教瑞雄委员 到底是谁在波及到无故的第三者 你看李德威他是发言人 那发言人到底是不是代表团队呢 你也是发言人 你讲的话不是也是代表陈时中吗 这是一个团队 一个group的感觉 对不对 那你看现在昨天晚上李德威的道歉 结果又要说 我是要凸显陈时中的荒谬 这是有要道歉的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他单纯就是一个 蒋旺安的一个攻击手 当刚一个发言人 你当然可以对另外一个阵营来展开攻击 可是这些攻击你要有凭有据 李德威昨天讲这些话 讲完以后 你说这个在脸书上一波 这个叫做道歉 讲完今天的态度让我更讶异 他就认为他已经有成亲了 意思是说 那就是他的事情 我没关系 国民党里面会出现这种 或者说蓝军里面会出现这种 有一点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这个非常不好 你说我们前阵在讲新竹 我台大毕业 我的北运女 台大毕业 然后一世大马帝也绑手 讲这个就是高人一等 但重点是说 犯了错以后 那你事后 社会在攻断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你不是一个路人讲 你要竞选首长 讲完出来就是 李德伟 他已经有道歉了 好像跟他一副 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其实应该很明确的讲 很不好意思 牙医师都会是医师 你都会讲这些话是什么 我会认为是 真的是非常无知 今年7月份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大家你去Google一下 牙医跟医师 牙医师跟医师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是两个在医学院里面 门槛最高 要进去最困难的 好多人现在都 气医来填血牙科 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 现在的牙科确实 牙医师的地位 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社会进步了 32颗牙齿 主持人刚讲说 牙痛不是病 但是你真的痛了 会真的会要了你的命 32颗牙齿到现在 你还真以为 现在牙科只是在看牙痛而已 你现在就变成说 老人化 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很多老人家 他如何去照顾他自己的健康 都牵扯到整个口腔 整个牙齿的一个健康 所以多夯的牙科 牵扯到社交 牵扯到整个美容 好多的一个范围在里面 那你今天竟然去讲的 牙医 牙医不是医生 这个我为什么说 讲说这个是 对社会大众来讲 是非常无知的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牙医 他就是医生 什么 他不是医生 不然他是什么 牙医不是医生 不然是什么 你说一般的医生 医学系医科里面 你说内科 分外科 牙医可是还是独立出来 受训的一个科系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做了错事 讲错的话 就很坦荡的出来讲 这些话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是我庄瑞熊讲的话 这些话必须要出来讲 要表达你这个整个竞选团队 对你的重要干部讲出 对社会 尤其对牙医这样的一个 看不起人 然后一种 就蔑视 我不晓得牙医在 李德伟的脑袋瓜 或者内心里面的地位 到底是些什么 我比较担心的是 以后李德伟万一你牙齿痛 你32块牙齿要保持得很好 我刚才牙齿不舒服 你去到哪一家牙库我人家看到你 李德伟 休息了 哪洋了 我相信牙医 我相信牙医不会这样 可是内心一定总会很不舒服 很不滋味 你歧视我 你说我不是牙医不是医师 你还跑来给我看看什么 我记得他去年在谈这个整个 我们万卵猪脚的时候 他也在国事论坛里面讲 讲说那个万卵猪脚 不是台湾猪 不是用台湾猪 我们屏东的那个万卵猪脚 大家都给他给抗议 后来他也没有道歉 所以说一个人的习惯 习惯 习惯讲错话以后 他认为 这也没什么 搞不好 他内心他的认知是如此 但是这个 你看全国这五六万 包括他的家属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条新闻 大家会觉得 你是看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牙医是怎样 牙医是怎样 比人更小的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蒋万安那个态度 今天这样的一个态度非常不好 不负责任 话当然不是你蒋万安讲出来的 只是说 适合你的竞选团队的重要干部讲这些话 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这算不算伤其无辜 这当然就是伤其无辜 人家整个团体里面 跑出来 我相信蒋万安阵营第一个想法是说 牙医师大部分都一直承知 也很合理 说实在话 今天如果蒋万安是医学系毕业 我相信医师团体里面 感情的投射作用 会比较支持他也很合理 那你今天就知道 这么多人在支持程之中 你过于去把他贬义 牙医这样的这一群 这样的一个职业 后果你当然要去承担 可是心不甘情不愿 蒋万安到底有没有道歉 他完全都没有道歉 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别人的 我相信在蒋万安内心 一定认为说 李德伟也这样刚好 所以他根本连道歉都不想道歉 你如果真的不想自己 来扛这个责任的话 到最后你说这个整个 到最后整个 这个责任到底谁来扛 当然你蒋万安 你自己不表态的话 就是牙医师到最后 因为都讨厌你 整个李德伟的发言以后 投射到你蒋万安去 刚刚好 我反而会觉得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任何一个竞选团队里面 主帅到最后 你要承担到什么程度 这一些是社会重大的议题 错了 除非你认为李德伟 不是你的人 这个要是我发生 这么重大的一个失言的话 不止这个整个 这个我们的后主帅 要必须出来讲话 好不好竞选团队会跟你讲说 可以了吧 明天可以不用来了吧 可是呢 蒋万安的态度是什么 跟他一副无关 这个整两个阵营里面 高下立判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 蒋万安之前呢 不是还去这个中医师的工会吗 那可能接下来中医师要问说 那我们算不算医生 好那重点是我们要请教东豪哥 现在李德伟说他道歉了 但一个发言人系统 是透过脸书来道歉 这叫有诚意吗 而且只能用脸书就道歉吗 用脸书道歉 当然这就是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因为你是在公开记者会里面 就直接就把这个 雅医师不是医师 这个东西讲出去 这个一定会论赞的 这一定会 因为变成赞学历赞职业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段时间 会发生这些事情 在讲这些事情之前 我想我稍微念一段话 是台大历史教授 叶秉承教授 在2016年的时候 给台大毕业生的一段话 他简单讲 我不是原文文的 意思就是说 人生合 不是由一人串的标签构成的 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也就是说 当然他讲的是说 你不要把台大这个标签 原来放在自己身上 你只有放下台大 你才能超越台大 牙医师不是医生 那牙医师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 现在卫福部 只靠医师的背景 够吗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现在的卫福部的业务 不再只是健保 我们的老年长照 这些都是卫福部的一部分 当所以当牙医师不是医生 然后陈思忠又凭什么 可以当卫福部部长的时候 我想李德威委员忘记了一件事情 卫福部的第二任部长 蒋炳黄先生 他是食品卫生的专家 是营养方面的 他当了两年的卫福部部长 他是医生吗 他当然不是医生 你这个话 你这样子就直接出去了 你骂到多少人 更不要讲 还有很多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再讲这个 因为再讲这个下去 你会把很多人给扯进来 就像高昂安一样 高昂安我都不晓得 他最近的行程要怎么拍 所以你讲了这个话之后 你用脸书道歉 我觉得那个态度是不够诚恳的 我可以理解 大概因为陈思忠是牙医师的背景 所以牙医师公会可能会比较支持他 可是我不相信全部的牙医师 台北市全部的牙医师 都是支持陈思忠 一定有一部分是支持蒋万安的 所以你如果今天要道歉 就是说你闯了祸的时候 怎么做危机处理 你不能躲在脸书后面 因为你躲在脸书后面 坏时要替你道歉 就是蒋万安 不是二三十岁的人 你不是年轻人 这时候道歉的危机处理模式 当然是你本人自己闯了祸 或者自己要出来讲 你讲了后面呢 我为什么觉得他不大认错 他继续讲陈思忠 对 那你就是要用陈思忠来盖你的那个错误 那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不分区立委 你不只是蒋万安的发言人 事实上你某一个角度来讲 你还代表了中国国民党 那你是国民党的中壮代 你当然要展现你的态度给大家看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只是蒋万安还有国民党 你要想的是 你怎么样让大家对国民党增加信任 所以你讲错了 讲错话的第一时间 马上就要出来开记者会道歉 你跑到脸书上去 脸书上你要写给谁看 所以你在看人 你自己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有沒有辦法在第一时间处理 这个态度 然后包括蒋万安的态度 蒋万安又去扯到旁边的 这都不是好的态度 因为你现在因为选举剩下60天 你都会这样子的 如果你当市长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 你从小可以看到大 而且因为他只有60天 很急迫 所以这个 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个性 其实这个后面一定还会出 还会有很多事情 我们应该还会有机会再看到 不同的阵营发生类似的事情 好 所以讲完这边爆出了歧视 没有想到现在黄珊珊这边 却爆出了特权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选举可以进入校园吗 这个真的是破坏了我的想象 我印象当中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这个大学以上不管是公司力 都是不能办选举活动 但是黄珊珊昨天的竞选总部大会成立 怎么就办在台北市立大学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 因为在台北市立大学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现在呢 北市大是破例出借场地给黄珊珊吗 好 黄珊珊现在怎么说呢 我们只有借场地而已 但柯文哲却说 学校本来就可以出租竞选活动啊 只是不能在租借空间范围外 有竞选旗帜 书伯 这句话我看不见 意思就是说 我行政总理还分室内跟室外 我室内可以放旗帜 我室外不要放旗帜 你的服务台是不是放在外面 你的服务处是不是 你那个招接待的服务台 全部都放在外面啊 你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穿着黄珊珊的竞选背心 在那裤子爬爬爬 你的议员候选人进到市立大学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都穿着 袖着他议员候选人名字的背心 那这样子是不是借入校园 是不是行政治进入校园 当然是嘛 那为什么过去市立大学 在很多政治人物 要去租借场地的时候 都被拒绝 只有黄珊珊可以 我觉得市立大学要讲清楚 说明白啊 如果过去没有任何政治人物 可以进到市立大学去 办任何政治的宣讲活动 为什么只有黄珊珊可以 也许他可以跟你讲说 我现在法律规定可以 但以前市立大学都拒绝的 109年的这个法律 等于像这个淑慧议员会来讲 这个法规的部分 虽然109年规定有改变 但在之前或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 为什么只有黄珊珊 这个前部市长 可以进到这个市立大学里面去 而且就在黄珊珊 举办的这个校门口就写了 本校为了保持行政中立 谢绝政党公职候选人及其支持者 进入本校场所从事竞选相关活动 学校都有金章写 是啊 就在昨天黄珊珊在里面办活动的时候 台北市立大学的外面就有这个告示 这不是很讽刺吗 而且是柯文哲柯市长带头 他就坐在黄珊珊的这个造势活动下面就看着 是因为这个市长要去 所以市立大学只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当成没看到吗 现在面对大家的质疑之后 黄珊珊跟迪高道菜都啊 你们蓝白也都很多人都在这个国小国中来借场地啊 可是国小国中的场地是可以租借的 市立大学是不行的 原因非常清楚 你知道国小国中的学生不一定有投票权 市立大学的大学生是全部都有投票权 所以你进到里面去宣导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学生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规定 而且你看像我们大安区 有非常多的学校都不曾公开过 因为学生老师会抗议 为什么只有市立大学才遇到黄珊珊的时候会转弯 而且过去大家还记得吧 之前陈时中只是要去篮球场 打个球而已就被拒绝了 所以这个叫做行政中立 结果黄珊珊 这个违反了过去市立大学从来没有的规定 然后可以去造势 难道现在台北市的行政中立是 只准三三造势 不准阿中打球吗 苏菲我给你打个岔 那个篮球场可不是学校里面的篮球场 是 是一生休假桥下 桥下的一个开放空间篮球场 对啊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 是不是台北市民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阿中约了朋友要去打球 被说是行政总理 而且那时候陈时中也没有穿背心 我们所到的所有人都没有穿背心 大家都穿运动服可是不能进去 结果黄珊珊的同仁 在昨天大骂骂穿着竞选背心 在市立大学在那儿爬爬走 在那儿走来走去 这样就不违反行政中立 这不是很瞎 另外因为阿中的事情之后 台北市立了一个所谓的 现任跟议员候选人 不违反行政中立的事情 就这样一批热热灯 苏菲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要选新竹市长的赖湘林 你说这个柯文哲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只是在家日办 我们外面又没有旗帜 所以意思是说 外面穿着竞选背心这些 它都不算旗帜吗 那你看外面这些人 这个举牌子 你看有一些人也穿着 黄珊珊的竞选背心 所以以柯文哲的说法 这个不算违法吗 当然是违法 对不对 他从校门口就做了服务台 然后所有人拿着这个旗帜之后 就往这个会场举办的 这个室内听事去做举办 然后黄珊珊的服务人员 也全部都穿着背心 在这边外面来做接待 这难道没有 不是政治行为 那什么是政治行为吗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睁眼说瞎话 为了要放行黄珊珊 这些所有的行为 都会变成是个人行为 不是黄珊珊的行为 这瞎不瞎 这当然很瞎啊 好 我们要请教淑慧议员 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画面 大家也觉得说 过去柯文哲怎么说一套 现在变做一套呢 现在说这个外面 只要没有选举旗帜就没关系 我们看到那么多背心 在那边爬爬走 这个不是也算旗帜的一种吗 而且重点是 刚刚苏培已经说了 黄珊珊现在是什么 前副市长 结果现在学校说什么呢 黄珊珊这边是透过 公关公司来借 教育局还来文说可以借 所以是教育局来帮忙吗 确实过去台北市的 高中以下的小学 是可以借来办一些政治活动的 很多政治人物都借过 但这个不是高中以下 对 没错 这是明文规定 我们有办法的 但是台北市市立大学 刚好不可以 因为台北市市立大学 在109年的时候 特别通过校务会议 里面明定的说 这一些行为他们拒绝 包括说政党进行活动 大家看到第一条就是 从事这个政治性集会 或政党竞选活动者 即便他一开始不小心借了 一旦知道以后 就可以停止他使用 就算你透过公关公司 一开始骗不骗不骗我 为了我知道了我可以马上停止 到这个地步 但是昨天的事情发生以后 我就第一时间打给邱英昊校长 我说你不知道 你们自己有这个规定吗 校长就有很多人想说 不好意思啦 我们不知道 我说你堂堂一个大学 你不知道自己的规定 那你依照什么规定 去借给黄珊珊呢 她说 我们一开始也很谨慎 我们问了教育局 教育局特别来了一个公文 对 教育局在9月7号的时候 特别给市立大学来一个公文 告诉她说可以借 但是教育局真的找不到理由 她移花接木用了一个办法 叫做高中 高级中学以下 也就是高中以下的校园管理规定 你用高中的规定 高中以下规定 去规范市立大学的时候 帮她找了一个名目 说可以啦 三三可以借 可是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大概半个月前 一个月前 也有其他的这个阵营去借 市立大学就say no 那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三三可以借 我们并不是说 行政中立就要拒绝 就所有候选人 到一些公众的场合 或公务场合 之前我们也听到 很夸张的状况 现任议员连到公园拜票 都被赶出去 说你违反行政中立 然后我自己也被赶过 社会局的长辈活动 我们每年都去参加 就到门口说 不好意思行政中立 我就直接说 你最好黄三三来 你也给我这样子 结果他就不敢说话了 所以现在政府是拿 台北市政府是拿行政中立 来前置其他政党的候选人 但是民众党 从市议员到黄三三 没有地方不可以去 没有资源不可以用 黄三三表面是离职了 表面 可是她的暗黑影响力 还在市府各个局处 去伸出她的影响力 在做这些 运用这些行政资源 我是不知道 是不是像之前 陈信云这样子 黄三三有一些 封关的承诺 你如果给我倒三天 我会让你继续坐这个位置 否则我就想不通了 我就问了很多市府公务员 你们是公务员 你们为什么要 拿自己的这个位置 去这样子挺黄三三 甚至我跟大家讲 我有一次在看商业处的 一个八百多万的活动案 我五月的时候 在看那个活动案 结果她里面已经内签黄三三的角色了 十月份要办一个商圈的活动 她已经没有柯文哲的角色 全部都是黄三三 安排她直播安排她 我说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市长还叫柯 她还没有走 而且黄三三那个时候 还在台北市都不知道 你们连包商都知道要拍马屁 连包商都知道说 给市政府的计划里面 要把黄三三当主角 商业处是这样子 教育局是这样子 社会局所有的局处 现在其实是不是都被黄三三 变成黄三三的竞选总部了 好 所以呢 要选举是这样子 你起跑点要一样嘛 你不能说因人设事嘛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胜哥 因为现在黄三三 这个竞选总部的 这个副发言人就说 他们是合规洽介场地 而且有留意旗帜安排 没有超出场地 时间选在家人 所以并没有行政部中立的问题 也就是说呢 他刚刚拿了这个淑惠议员 这个教育局给了这个书面报告 就来说我们一切都是合理合法 但你有没有觉得 是不是帮黄三三开了一个先例吗 是 当然是帮黄三三开先例 而且凯瑞师傅好像变成三三音乐团了 只要是三三所到之处 有大门无一不畅开的情况 这个问题是好几个面向 我先讲问题的本质 校园自主 所有的大学不管你公私利 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候选人 你想要进到所有的大学校园 办相关的竞选活动 那如果学生自治会 或现在没把你抗议 没有把你轟出去 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你可以去演讲 高宏安想要去中华大学演讲 那是一件事情 你要去竞选 你要去办造势活动 而且很夸张的是 他这一场还是 这个所谓总部成立大会 对 如果再按照一般的大学自主 你去问所有的那些大学生 没有把你赶出去 那他还叫做自主吗 但志胜哥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北市大师说 案子是公关公事 公关公事来接洽学校场地 所以这样就可以吗 当然也不行 刚才讲的是最高的原则 那个还跟行政中立没关系 那个是基本的一个 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大学自治 校园是不准有任何政党的 所以你不要讲说什么 里面外面有没有旗帜 根本连那个门都不应该踏进去 第二层才讲行政中立的问题 刚所谓也已经讲了 就是基本上你教育局 你去牛头不对马嘴 你用了一个高中职业下的 这个租借办法 来给市立大学用 我觉得这赶紧的地方 我们在里面 如果照刚刚讲的没有说 如果有其他的候选人 你也跟北市大来借相关的场地 你有没有比照办理 你有没有发文给教育局 我想应该没有吧 他应该就直接拒绝了 好这是第一个 那你为什么独卫黄珊珊 还特别发文给教育局 那接下来说候选人 我们都去北市大来借场地 全部都让你去发文给教育局 所有台北市所有的 那种所谓的这种教育场所 这不是造成所有的混乱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真的觉得 那个北市大的校长 应该是邱校长吧 你看看去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里面 应该是第十二条 有一条是特别提到说 公务人员 北市大校长 当然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你不能为特定政党候选人 进行场地的等等 场地造势活动等等 都有在这里面 在公务人员中立法里面 你校长不知道你这样做 其实有所谓违反行政中立的疑虑吗 你想要靠教育局的一纸 看起来移花接木 牛头不对吗 嘴的公文 就想要撇清责任吗 还是你真的就是在跑好环珊珊 这个其实有严重的 我认为是有严重违反行政中立的疑虑 就是北市大的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黄珊珊阵营 反应是什么 讲话案也有办很多等等 我不知道讲话案有没有办很多 还跟你讲Google都查得到 你管我Google查得差不多 讲话案去北市大办 这要帮讲话案澄清 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随便的泼脏水给任何人 一样的标准 如果讲话案有 我们一样谴责 但是如果讲话案没有 只有你独厚你黄珊珊 那这不是隐藏版 暗黑的行政部中立 再加上这个你又把 移花接木的影射 其他候选人都有这样的行为 那如果这样 那为什么前面有这么多 我们听过 包括不能打篮球 包括在公园 包括各式各样 都被阻拦的行为 所以这种所谓的 遇到珊珊就转弯的行为 我们不知道在这场选举当中 台北市政府还要为他 开多少便利之门 好所以大家说 蓝白现在联合泼脏水 只是为了要拉下陈时中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黄珊珊这边是有特权 可以拿到北市大的一些租借场地吗 我们要请教苏培 我要给大家看 这刚刚是淑慧议员给大家看的这一个公文 是教育局发文给市立大学 你知道我们在议会常常在审市立大学的预算的时候 要求教育局来 说你那个教授根本莫名其妙已经65岁 为什么要用特例让他继续留在学校的时候 教育局都说什么 大学自治我们管不到 结果没有想到教育大学发了一个文 跟市立大学讲说你的场地要怎么租借 市立大学就听话 我觉得这不是很特意吗 为什么过去都是校园自治 只有遇到黄珊珊的时候 才会发文询问教育局 市立大学就变成小乖乖 这是莫名其妙 然后阿中去打球的时候 过去那个地方都没有人管 但阿中要去的时候 就会有保全出现 挡阿中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行政中律 遇到黄珊珊会转弯吗 另外我要讲 就是说白银挡阿中 蓝银现在也处处在找麻烦 包含这个牙医师的事情 我认为昨天这个牙医师的大会里面 我真的感受到牙医师整个的抗议 因为牙医师过去 真的他们的专业不受到重视 但阿中部长昨天讲 现在的牙医师之所以会得到重视 是他们用专业在照顾病患 在学校的用学术 用学位好好的在教导他的学生 出社会的用社会服务 来让大家觉得牙医是专业 那为什么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国民党市长的发言人 居然来说牙医不是医生呢 这就是职业歧视嘛 另外我要讲 李德伟为什么会失言 李德伟的失言就是因为要帮你讲话 互航 互航你的这个精力不足 所以他现在失言 讲话你为什么不出来说明 然后你又跌勾倒在都说 我比陈时珍更关心牙医的权利 如果你关心牙医的权利 先出来道歉 说李德伟的发言不适当 你如果连道歉都不道歉 你告诉我说你尊重牙医 你保护牙医 你比陈时珍更重视牙医 我觉得这就是口水嘛 所以你整个不道歉 然后还转移交点 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遗憾 而且我觉得白银占学历 蓝银占职业 我觉得这真的对社会来讲 是一个最坏的这个示范 好 所以蓝白现在是不是真的联手 在找陈时中的麻烦呢 包括日本嘛 现在可以自由行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高端没有被列入认可的疫苗 那么大家自费3500块钱检测PCR 那当然薛瑞源就说了 他也是打四季高端 相信入境不要求疫苗会变成主流 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因为瑞德哥你自己也是打高端吗 没错 好 你看现在黄珊珊跟蒋万都说 陈时中应该向国人道歉 陈时中要负起责任 你会要求陈时中道歉吗 你那时候也打高端 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因为打什么疫苗是自己的选择 没有人用枪逼着你 打高端大概有80万人 那打高端像我这个孩子们 然后我的太太 我的这个女儿 因为他们有包括气喘 还有一些过敏 所以打高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Romamax也是一样 也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每个人可以选择不一样的 你要去打这个莫德纳 你要打辉瑞BNT 你要打AZ 那都是个人的选择 那么打高端你说就不能出国吗 错 为什么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刚刚在上个礼拜 才开放本来一个礼拜的免签证 现在开放到一个月 台湾人可以到泰国去 泰国都承认高端 印尼现在我们已经有10个国家 包括印尼 包括泰国 包括我们的邦交国巴拉圭 跟这个所谓的纽西兰等等 会越来越多 那你问我说 那下个月我们原则上10月13号 就开放国门了 日本10月11号也会开放 但他现在还有 一些国家的疫苗没有开放 没有承认 我告诉你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全中国14亿人口 全部都要去干掉习近平 为什么 中国的相关的国药科兴 也没有承认 那我问你中国 十几亿人全部打国药科兴 那是不是要干掉他 都不能去日本了你知道吗 可是我告诉各位 像这样的状况除了交涉之外 其实因为全世界走向跟病毒共存 除了中国还要社会性清零 还要在那边封城之外 这是一个趋势 这是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封了快三年 你知道吗 都快封了 很多人要出国 很多人要留学要干什么 然后现在就必须把疫苗打好 把自己防疫做好 或者是说清冠疫号准备好了 什么东西准备好 这样子 你要去面对这个病毒了 这跟以前不一样 而且现在说坦白的 比如说BA5好了 那么它的相关的这些病毒 比以前刚开始的那种杀伤力 已经没有那么强大的情况之下 那么要学习跟病毒共存 这是一个趋势 那你说至于出国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在10月11号出国 而且你以为10月11号 你就可以到日本自由行 错 日本政府不是只有要你打疫苗而已 日本政府要你保险 而我们国内目前好像我印象佐基 保险公司为防疫险赔了几百亿 对不对 我们国内是没有人承保这种保险的 你必须透过国内的旅行社 去跟日本的相关的这个保险公司 还要跟他这个投保 我跟你说 这个人要给我的印象中 好像给五六千块台票 现在如果你急着下个月就去的话 你一个人要多五六千块 不是就机票贵到两万五而已 不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事实上他再后来 因为日本 那么他的首相安田文雄说 要跟居士们看齐 警戒而来 我昨天看死批跑到这个英国去看球赛 很爽你知道吗 没有人戴口罩 没有人戴口罩 美国现在也几乎都不戴口罩 等等 他会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开放以后 最后你看PCR就不用了 警戒而来 疫苗的要求也不用了 最后就是国门全部都打开 到时候就像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这些病症一样 你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 我们会负责 还要不要这个所谓的保险 日本为什么一定要保险 我们台会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在台湾有保险才能进来 对不对 日本是怕万一你发作了 那怎么办 因为日本的医疗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我曾经去参加一个旅行团 稍微看一会儿 一个阿桑去日本 便宜减证一大堆 结果账单给他当场差点昏倒 日币一百多万 你知道吗 你在台湾享受健保习惯 你想说检查一大堆 可能六百块就可以了 你去日本整百万的日票 折合台币二十几万 所以事实上不要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韩国 全世界都会走向 除了中国之外 都必须走向 因为走向整个开放 因为如果你观光客再不进来 然后如果你这个等于说 消费再不进来 最后全世界都撑不下去了 好 所以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打高端的人 他们就说当初会选择打高端 出国就不是其中一个考量 但我们来看一下 高华安的事件怎么样呢 他到底他的出国 有没有利用资测会的公堂呢 好 高华安现在说我也有出钱啊 但民进党团现在要调阅资料 高华安现在却说 民进党违法扩权 但你是立委耶 这样说法合理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高华安现在被质疑了 用资测会的钱去念博士 那这些是公堂吗 一块来看 不论博士论文有疏失 高华安用昔日著作 一鱼多吃但没有引住 政大教授彭明辉直白点出论文瑕疵 彭明辉以高华安经过三次加工的博士论文 参考书目64为例 文献并没有任何内文加注 高华安旨在参考书目加工 期刊编辑可以造假的理由不送审 直接退稿 而2018年通过的博士论文 台湾各大学好像不允许 已经上线的受博士论文 超换或二次加工 和谐的期刊论文 或研究报告 共同作者必须签署同意书 才能写进学位论文 非常地罕见 就是说你论文通过之后 通常你是没有这个必要 再去做筹换或者是更改 论内容争议高华安没有厘清 而出国念书也被质疑用工坛 民进党立员党团总召科建民直指 资测会是政府所属财团法人 高华安的薪水出国读博士的补助 都是工坛 必须了解清楚 有一次想 你怎么解抛试 因为你薪水 你如果是到底这个 这国试论文 完全干的潮汐 高华安在出国的这些学费 也都是我自己从口袋里出的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装傻 还是你的程度就只有这样 高华安对科建民强力反击 但根据111年 资测会预算数字 营收超过45亿光 市经济部等中央单位补助 就高达34.9亿元 占比例约76.2% 资测会原本就是 拿经济部的相关支柱 他们的引用 是不是会变成有被误为 占为己有的一个状态 高华安先前解释出国念书 接受资测会的国际人才 培育不住 约半年 其他时间是自费 花了多少公堂 有待资测会说明 但一路走来 获得不少公家资源溢注 论文门事件 牵涉的不只是个人诚信问题 三十文格子刚 文明轩泰报道 好 高华安现在说 我学费是自己出的 但重点是你拿到 这个论文的过程 这些费用 资测会到底有没有出钱呢 那当然民进党团 这边要来调资料 资料上面可以说的 一清二楚 但我们来看一下 好 民进党团 现在行文资测会 但是高华安批评说 民进党团 此举是违法扩权 我们要请教瑞雄委员 所以意思是说 立委调资料 不是天经地义吗 那为什么高华安会这样讲 本来资测会 他就是接受经济部的一个补助 将近国家的一个公堂 差不多预算在资测会里面 占了相近四五之三 那这一些国家的一个公堂 政府补助了你以后 你如何在运作 你做了哪些什么 本来就立法院可以监督 试着想想看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高华安 就是试着想想看 如果不是在选举的人 做了这件事 立法委員可不可以来监督 当然你这些 只要用了国家的一个工厂 立法院当然要来做一个监督 那我就觉得很怪 这个在经济委员会里面 我相信 今天只要任何人 做同样的事情 社会上产生一些风波了 高华安的办公室 因为它是经济委员会 经济部本来就归你管 支撑会就在你们底下的 你第一个办公室的一些助理 第一个想的一定会一通电话说 东西传一下我的文马上会到 先帮我准备一些资料 我要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 我等一下正式发文给你 我想来做一个了解 任何一间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每天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牵扯到内政的 你警政署 或者说接受我们国家来补助的 有哪一些 这些财政法人 我想要知道 或者说你内政部 你去补助哪一些工廟 那我会觉得说你补助的钱是把我靠下来 来 你给我讲清楚 来 就这么简单 任何办公室每天都在做 看我看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就怪了 这个怎么不好学 怎么都学坏掉